末世来了,丧尸爆发,我亲眼目睹人渣和绿茶吃了我的猫,把我扔出门外 重生后,在监控后看着人渣和绿茶为了物资自相残杀 而我在提前建造好的安全屋,豆豆猫,喂喂鸡,养养鱼 从乐梦中惊醒,双手下意识紧紧护住自己的脖子 一瞬间,我差点感觉被自己掐死 随着大口的喘气,才慢慢缓过神来,身上已被汗水浸湿 鲜血和腐臭味仿佛还在身边围绕 被丧尸撕咬的痛感还在脑中挥之不去 但温暖的被窝和窗外柔和的灯光又在证实着这只是一个梦 打开手机,日期显示着2024年1月10日 一个月前,不是都过除夕了吗? 怎么回事,重生了吗? 作为一个21世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 我不太相信重生这种事情 好似突然想起什么,我起身寻找着 终于在猫窝里找到了我的猫,Nini 抱起正熟睡的猫失声痛哭 真的是梦吗? 这真实的感觉和一个多月的记忆又没有办法解释 看着窗外繁华热闹的景色,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正在晃神 手中的手机突然震动,闺蜜沉落打电话来 青青,我失业了 我现在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去你那住一段时间啊 青青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愿意我去吗? 我有打扰到你吗?那我还是不去了 没事,只是愣了吓神 不过白天我有事,晚上来吧 那我晚上去,还是轻轻靠谱,姐妹真好 挂断电话我不禁愣了愣 这和梦境里的记忆一模一样 此时我才确定真的重生了 梦里经间闺蜜住进我家 而我未婚夫刘泽也已经订婚了为由提前同居 我还天真的以为她是想和我在婚前增进一下感情 不知道背地里她和我闺蜜早就搞在一起 只是想合伙骗我的钱和房子 除夕那天早上,突然听见外面砰的一声响 有人跳楼,诡异的是,这人并没有死 反而爬起来,疑于常人的姿势 发了疯,一般向旁边的人扑咬过去 疯狂啃食人的血肉,被撕咬的人浑身是血 抽搐了一会,挣扎着站了起来 和那个发疯的人一样 抓起旁边帮忙的人也开始撕咬 周围的人被吓得四处逃散 顿时乱作一锅粥 手机里消息都被刷爆了 全是各种咬人与被咬的视频 就如同电影里的丧尸一般 电视里播报着紧急通知 各地出现咬人事件 目前已知这是一种新型病毒 传播性极强 传播途径除了被咬外其他途径不明 请所有人居家隔离 不要外出,等待救援 可家里的物资不多 只够三个人吃一周,五天过去了 尽管我们已经尽量少吃 可剩下的物资也见了底 加上外面时不时传来的尖叫和嘀吼 使人变得很焦躁 我看着闺蜜 跑到刘泽旁边说了些什么 刘泽起身向迷你走去 我顿感不妙 跑去阻止 却被一脚踹倒在地 刘泽抓着我的头发 狂删我的脸 猙獰的表情 昭示着他有多用力 都是你这个贱人 弄死你 要不是为了房子和钱 一眼都不想多看你 不过 你经常见身肉应该很好吃吧 我被这句话吓得双眼瞪大 更加死命地挣扎 被打的间隙 陈若去工具房拿绳子 双拳难敌四手 尽管我努力挣扎 可还是被捆住了 我被五花大绑 嘴里还塞了一条毛巾扔在一边 不疑会刘泽从房中走出 手中还抓走的猫 我不断挣扎 可并没有用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把妮妮吃掉 而我却无能为力 尽管陈若很快收拾好 但丧尸好像还是闻到血腥味 聚集了很多在门口游荡 看着陈若和刘泽 坐在沙发上搂在一起 回想以前一个朋友委婉地提醒过我 突然明白了 这两人似乎早就搞在一起了 可我一直傻傻地不愿相信 第二天 刘泽拿着刀向我走来 脸上挂着诡异的笑 慢声细语地对我说 我会轻点的 刀接触到皮肤 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切腹之痛 感觉到肉正在疼痛中逐步 从我的身体分离 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痛 但是门口的几只丧尸并不能垂开 但声音却很大 这门也禁不出太久吧 要不把他扔出去吸引丧尸吧 陈若害怕地和刘泽说着 刘泽也慌了 因为拍门巨大的声音 还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到时候门就不一定能顶得住了 于是我被扔出去了 被扔出去的那一刻 我心如死灰 丧尸闻到血腥的味道蜂拥而至 扑在我身上撕咬起来 原来这些都是真的 愤怒和绝望充斥着内心 我最信任的两个人 这一次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认清自己重生了的这个事实 心中便有了一系列的计划 我自认不是什么圣母心泛滥的人 也没有能力做到 在末世与丧尸拼死搏斗 就世人于水火之中 展现人性的光辉 我只是想在末世躺平活下去 看着人渣和绿茶得到应有的暴力 还有30天末世到来 要抓紧时间吃饭东西 还得准备几根大理送给他们 我赶忙开始制定起末日自保计划 陈若晚上来我家 在此之前 我先把家里好好布置一下 说干就干 打电话给本地卖监控的商家 订了五个支持电池 电源双供电的监控 约在下午过来安装 然后给领导打电话 请一个月的并价 上午这段时间也不能浪费 在家翻了一下存折和重要东西 能变现的都要变现 或是最不值钱的就是钱 父母三个月前意外车祸去世 因为路段偏僻没有监控 肇事司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刘泽陪着我办好丧事 知道了父母给我留下了一套 在住的币氏市中心大平层 价值1500万左右 还有大概600万的存款之后 说想要创业 让我资助他 你父母不在了 我来照顾你一辈子 结婚后我的都是你的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你这么优秀 我得好好努力才配得上你 为了表现出他很爱我 还买了一个戒指 向我求婚 在他的公事下 我很快就被洗了脑 毫不犹豫的就把所有存款赚给他 后面才发现他没有去创业 而是拿钱还赌债 继续赌博 不仅输光了存款 又欠下一百多万 直到除夕那天早上 我帮刘泽接了催债的电话 才知道这一切 也就是我们争吵的时候 发现外面丧失病毒爆发 他跑来我家 不只是为了和陈若偷情 还有躲避催债 丧失爆发后 他还在庆幸不用还赌债 这一次不会再这么傻了 你欠我的 我要加倍拿回来 我按下决定 在翻存折的时候 翻到妈妈的一个文件夹 里面竟是外公老宅的证明和钥匙 我印象中小时候去过几次 那是在郊区的一座山的半山腰上 盖了一栋别墅 周围只有这一个房子 旁边还有个瀑布 只有山脚下的山村 有几十户人家 前几年这里被规划为景区 我家没有同一栋 就单独给我家隔离出来了 后来因为资金问题 景区的改造也平工了一年多 正愁不知道选哪里 作为我自己的安全屋 这不就是最好的避难所吗 我决定明天去看看情况 再找人加急改造加固老宅 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 给抓点警罩施工队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物资问题 一中午我都在书桌旁 想着需要些什么东西 以及需要多长时间准备 直到监控的安装师傅过来 我已经列了五页A4纸 安装师傅疑惑地问我 为什么要装五个监控 我只能说 家里前几天见的贼 没有安全感 不安的话 晚上害怕睡不着觉 安装师傅表示理解 并告诉我 大门可以换一个可视的密码锁 这样更保险 我一拍脑袋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师傅 你有认识的装密码锁的吗 正好 小姑娘我这有个同事是做这个的 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先带来装 安装师傅热心地问我 太好了 谢谢师傅 师傅安装好后 我多塞给师傅500 并隐晦地告诉他 现在疫情过年后肯定会严重 要多同物资 师傅笑呵呵硬答 也不知道师傅能不能听进去 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 这次我只想顾全自己 在漠视圣母心是会害死自己的 我收拾好猫的东西 把妮妮送到宠物寄宿的地方 最近会很忙没有时间照顾她 而放在家里更危险 妮妮舔了舔我的脸 我这一次一定会守护好她的 回到家 忍住在饭菜里下药的冲动 将冰箱里的存菜都做了 等着陈若和刘泽 记忆中他俩是一起来的 当时真的天真的以为是在楼下碰到的 其实早就搞到一块了吧 七点 刘泽和陈若敲门 果然这两个人是一起来的 我用尽所有的理智 压住情绪 平静地面对他们 刚在楼下正好碰到了 刘泽见我脸色僵硬 以为我生气了 向我解释道 怎么还换成密码锁了 我想着以后你们不用钥匙 也能随时进来吗 我假装体贴地说道 不换成密码锁 怎么给你们送那里 我已经做好饭了 对 我明天要去外省出差 具体多少天还没定 两人的目光中没有一丝不舍 甚至有点窃喜的感觉 吃饭的时候 刘泽又提起 想让我支持他创业的事 我心里冷笑 表面却装作很相信他的样子 询问着各种事情 老婆 你相信我 赚钱以后我一定好好爱你 刘泽拉着我的手说 抱 然而对面的陈若看不下去了 直接推往回屋 之前以为他避嫌才走的 现在来看应该是闹小脾气 这都不必忍了 阿泽 我信你 可是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钱啊 存款存了三年定期 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 差不多三十万的利息 如果这个时候取出来太亏了 这三十万本是想给你买辆车的 那怎么办啊 我这边真的很急 看着刘泽 还有点守不得三十万利息的嘴脸 我心里直犯恶心 一阵沉默之后 我首先开口说道 我好好想了一下 不能耽误你的事业 可三十万放弃 有些太可惜了 我刚刚突然想到 我们可以先把房子抵押贷款 这样不到半个月前就能下来 真的吗 刘泽惊喜地问道 当然啊 我的就是你的 我相信你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是 这个房子贷款还有两百万 给先还完贷款 才能重新贷 可我手上没钱了 拿不出这两百万 如果能错到这两百万 就能贷出一千万了 啊这 我也没有两百万啊 你不能在哪点吗 刘泽听到 还要他出钱开始犹豫起来 你知道的 我的钱之前都交给你了 这两百万还完 马上就能重新贷出一千万 不行等六百万到七 我再还你 容我考虑考虑 刘泽有些动摇 我不怕他不上钩 毕竟这买卖怎么看他怎么赚 他也不会想到 那么依赖他的 我会骗他 而且他的赌债也挺急的 晚上刘泽想和我一个屋 被我一起 太早不吵他休息为友 赶到了客房 我可以肯定 我走的这段时间 这两个人一定会住在我家 2024年1月12日 早上5点 我拿着行李离开了 顺便把家里囤的物资 都搬到车的后备厢 开着车向远郊的老宅驶去 开了三个小时 凭了记忆找到了大兴山景区 能开车到老宅的路只有一条 这也是有利条件之一 山脚下的村民 年轻力壮的都进城务工了 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一位老人看我好像不是这边的人 拦下我的车 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景区的项目负责人 过来视察的 过一段时间会重启项目 这段时间可能会经常有送建材的人来 提前和村民打好预防针 漠视最可怕的不是丧尸 而是人性 怀必其罪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老人笑呵呵的让我快去 毕竟景区城了 他们也可以改成农家乐政钱了 继续往山上开 在半山腰终于看到老宅了 我记得爸妈曾经说过 准备以后退休了来这边生活 远离城市的喧嚣 白色的墙上爬了很多植物 外面看着很落魄 院子大带有500平 房子地上两层 地下两层 以前为了躲避山坏特意建的地下两层 入口很隐蔽 院墙大概三里的样子 还需要加高 院墙上也要安装电网 院子外围都是高大的树木 可以作为天然的屏障 院子很大 可以在院子里建几个仓库 用来放东西 后院还可以开垢出一块菜地 旁边弃一个水池用来养鱼 还要建一个鸡屋养炉丁机 其他动物声音太大 从上一世来看 虽然丧尸没有神智 行动还算缓慢 但是他们对声音特别敏感 嗅觉也比较敏感 只要听到声音 或者闻到蓄心味 就会疯了一样冲过去 所有房间包括积屋 都要全方位装上隔音材料 还要在院子外围 种上一圈堕壳 堕壳味道大可以干扰丧尸 翻开通讯录 打给爸爸以前做房地产的朋友 李叔 是我蓝青 有点小事 想请您帮忙 我想把我爸妈的老宅改造一下 能借我一个小施工队吗 熟人我比较放心 找李叔的原因 除了熟人放心外 还有他的施工队都是外省的 省去了很多隐患 和李叔谈了一下我的要求 他说明天就叫人过来 我还顺便提醒了他 快到过年 疫情容易严重多同物资 我也只能说这么多 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物资 物资肯定不能直接送到老宅 需要先去租个仓库 用来装物资 再偷偷运过来 在末世 有些事情不得不妨 还要去找一个 方便买东西的住处 好在我的资金很充足 买东西可以放开手脚去买 下午 开车去最近的生活区 找到中介 租了一个两室一厅 加上一个车库 我去看过 车库很大可以放进一辆乡试货车 正合我意 只是租金有些贵 总共加一起五千一个月 押一负一 我一下付了两个月的租金 加上押金一万五 接着拿着各种材料 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 将我那套房子抵押出去 可以贷出差不多一千万 又将存折上的钱 转到银行卡上 贷款审核周期 大贷半个月 这半个月六百万够用了 距离丧失爆发 还有一个月 一千六百万够用了 回到出租屋 躺在床上看着监控画面 果然 这两人在我走后 就开始各种亲热 刘泽搂着陈若 坐在沙发上 泽泽 怎么样他肯把钱给你吗 我最近看好一套房 刚好可以买一下 对 正好也有事要与你商量一下 你有没有两百万 刘泽拉着陈若的手说着 我上哪有两百万 陈若伸手推开刘泽 他的存款存了定期 如果现在取的话就亏了三十万 这三十万我们可以买个车 取出来太亏 现在可以抵押他的房子 能套出来一千万 但是需要两百万先还完贷款 才能重新贷 等两个月后还能拿到六百万 到时候我就和他摊牌 我就能永远和宝贝在一起了 刘泽边说边守 附上了陈若的胸脯 陈若打掉了刘泽的手 是挺划算的 那我也没有两百万 我听说你最近接手一个两百万的项目 刘泽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让我挪用公款吗 陈若冷下脸 只是周转一下 马上就能回来的 到时候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好 后面的争吵没有再继续听 反正最后一定会上钩的 赌债可不等人 原来他不只骗我一个人 连小拼头也骗 唯一想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陈若会这么对我 和他认识十年了 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点了份小龙虾外卖 趁现在要好好享受 后面就难吃得到了 吃完洗了个热水澡 舒舒服服窝在被窝里睡觉 2024年1月13日 早上开车到老宅 施工队已经到了 我和项目经理详细地说了下 我的改造规划 他像看外星生物一样看着我 姑娘你这是给自己造个监狱啊 没办法吗 我一个小姑娘自己住 这样造安全吗 那也不能把任墙加高到六米啊 多当官啊 王经理苦口婆心地劝我 王哥就按我说的见吧 不然我害怕晚上睡不着的 放心造出来 什么样我都能接受 只要坚固安全 老虎来了都不怕的那种 就以银行保险库那种级别的见 多少预算都行 而且我需要尽快 能多快就多快 这行吧 交给我吧 放心 十天后来收房就可以了 和王经理聊完 我就离开了 剩下的就交给他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我在附近生活区 找有没有要出对的超市 直接买东西太高调 排下家超市 以进货的借口买物资刚刚好 在附近找到一家 过年要回老家发展集对的小超市 连货带电的对了下来 老板把供货商的电话也给了我 这下更方便了 我让老板临走时 把超市里所有货架上的货都打包好 理由是想扩大规模药装修 所以要先收起来 同理 我又去附近找药店 我自己本身就是学药的 有药是资格证 有资格开药店 所以也很快给高价盘下来了 还是让老板把所有的药 都一箱一箱打包好 漠视人总会生病的 与其费劲想需要什么 不如把药店里的药全部搬回家 肯定种类齐全 现在疫情 很多常用的药都不那么好买 反正那么大的房子和院子装得下 整个药房搬回家 现在是不怕多买就怕买少 我所有东西都准备买很多 反正钱应该够 我知道一个疫苗 从研发到生产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必须囤足够多的物资 才能坚持到人类胜利的时候 所以我打算所有物资 都按照十年的量去准备 还是那句话 不怕买多就怕买少了 开车到租车的地方 租了两辆相识货车 还有一辆冷藏车 多给老板500 让老板先买一个货车 开到我租的车库 一个开到超市门口 晚上去吃了火锅 因为是自己一个人 对面还放了一个大熊娃娃 看着周围的人吃着饭聊着天 一切岁月静好 最后安静的日子 我还是很珍惜的 回到家打开监控 发现刘泽和陈若还在吵架 拿到钱我就跟他摊牌 然后我们去买房子 结婚好不好 刘泽继续哄着陈若 这个人渣 自己一分钱都不想出 就想空手套白朗 我敢打赌 明早刘泽一定会给我打电话 关掉画面 洗了个澡 今天晚上网购年货节 我要开始买买买了 2024年1月14日 经过一晚上的奋斗 已经花出去了几十万 像里面有这种东西 在超市跟供货商定就好 吃到最后几天再买 保质期能长一点 但一些小东西 还是在网上买 比较合适方便 地址填的是租了车库 到时候让快递小哥 把快递放在货车里 老宅位置偏僻 快递保送 再者我也不想让太多人 知道老宅的存在 整理了一下订单 像末世的这种情况 一般还伴随着极端天气 所以还要买一些预寒的东西 还有一些健身器材 什么可以发电的动感单车 哑铃之类的 猫的东西 猫粮保质期一般两三年 所以只买了200斤 各种零食随便买了一些 还有其他猫咪用品 保养品 药 一些好养活的菜种子 化肥 营养土 工具等等 香水20瓶 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扰乱丧尸的嗅觉 因为熬夜买东西 我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手机上显示十多个 刘泽的未接电话 还真是沉不住气 正好这时电话打了进来 蓝青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接电话 刘泽还没等我说话 就直接开码 贷款多长时间能下来 马上就能重新贷 我找找关系 最少七天就能下来了 我尽量把时间说短 好 你什么时候回来 刘泽说着 大概还有几天 这边工作完了 就可以回去了 那等你回来我再转吧 刘泽说完又挂当电话了 看来这个人渣的警惕心还挺重 不过他钱转不转过来 也无所谓 反正我不急 不过是想在末日前 给他添点赌罢了 开车去老宅 看看情况 再和王经理聊一下具体的细节 王经理拍着肚皮 保证一定会让我满意 上一次爆发的时候 我只活了六天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停电停水 但有备无患 还是需要做很多准备 2024年1月22日 这几天我都在老宅监工 终于在八天后 按照我的想法建成了 给每个人都发了5000红包 让他们回老家 多囤点物资过年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我很满意 这个未来要住很久的家 近半米后的任墙和大门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这大门别说状态 就是炸也得炸几次 前院左边 带两个几十瓶的小仓库 可以用来装汽油桶 柴油桶 汽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 再往上订了一个 500千瓦静音储能电池集装箱 放在院子右侧 王经理还帮忙在旁边瀑布 按了一个水力发电机 只要瀑布有水我这就有电 房顶涂满了太阳能发电板 连着院子里的储电箱 这样就算是瀑布没有水了 光靠太阳能 也够我的日常生活 再往坏了想 全方位监视着房子周围的情况 房子内部地上两层地下两层 每个屋子都做了隔音 除了负二层我自己要住的屋子 其他屋子里的东西都清走 会放物资做准备 选择负二层作为自己住的地方 是为了开灯不会被外面看到发现 而且隔音也要更好一点 为了防止一些意外情况 重要的物资都放在地下两层 地上两层主要放一些荧物 日用品书籍等等 可以保证放弃地上两层也能火下去 院子侧面水井旁边 挖一个地叫做冰库 与房子地下一层相连 用来放后期买的各种肉类洞瓶等 房子里安装了垃圾处理器 用来处理后面的生活垃圾 因为在山上又远离市区 老宅的水都是直接抽的地下水 安装个净水器 也不是特别怕外面的水被污染 但还是在一楼的一个屋子里 放了两个巨大的蓄水箱 用来储存一些生活用水 在房顶装了雨水收集器 直接连接到其中一个蓄水箱 一些常用的电器也备好了 害怕不会修 所以每种电器都买了两个备用 因为建了冰窖 所以只买了两台冰箱 一台冰柜 放在附一层厨房旁边 现在可以开始采买物资了 这段时间也一直在网上买东西 只要看到需要的就买 加上给施工队结的尾款 卡里的钱也几乎快花完了 好在银行都打电话 今天贷款批下来了 让我去办理相关手续 而这时刘泽电话打来了 我都快忘了这号人了 青青你工作完事了吗 怎么还没回来啊 我都想你了 我快被他恶心吐了 这边又有新的工作 我可能还得很久才能回去 啊 你不说几天就回来吗 那贷款怎么办 听到刘泽有些急了 我很想笑 这才几天就等不起了 有两百万了吗 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找我爸在银行的朋友 远程帮我弄一下 那我把钱转给你 你弄一下 果然还是上钩了 挂断电话没回转账就过来了 两百万到账 跟你欠我的相比还远着呢 好玩了还在后面 开车来到超市 拿出供货商电话 和供货商订货 开车到我租的车库 货车里的快递已经堆满了 之前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让他们自己开门 把快递直接放到货车里 给每个小哥赚了两千块 他们很乐意帮我这个忙 开着货车回老宅 在路上的加油站 将改装后的油箱加满 这一段时间总有货车开过 村民已经见怪不怪了 倒也不会引起怀疑 按下开门键 大门自动打开 越看着大门越喜欢 将货车开进院子 差不多在最后几天的时候能充满 做完这些事 我开始苦逼的搬货了 搬了六个小时 终于把所有快递 都搬到了富二层的客厅 这些东西等以后再慢慢拆开 也是一种乐趣 顾不得休息 我又把货车开回超市 放在超市门口 等着明天来送货 已经和供货商说好 直接把货搬到货车里 一辆放不下就放两辆 想想自己即将要搬的货 默默留下苦逼的泪水 好不容易回到出租屋 早都没洗就睡着了 2024年1月23日 一早去银行将剩下的手续办好 开了卡里的1000万 我又可以继续买买买了 在漠视自己生活 精神娱乐也是比较重要的 人长期处在压抑状态 一定会出问题的 到电脑城 以公司发年底福利的理由 买了主机电脑五台 笔记本电脑五台 手机十部 平摆十台 让店员每个都下好 各种软件和单机游戏 在隔壁又买了两台投影 找了个档口 买60张最大容量的内存卡 让档口小哥加急 帮我找人下载东西 给了小哥5000块的辛苦费 小哥很开心就接下来 并保证三天之内完成 将这些东西 放进车的后备箱 往下一站去 将车拐进一个很隐蔽的胡同 走进一家小店 通过渠道得知 这边有卖防身武器的店 之前在装修老宅的时候 偶然翻到了一把猎枪 还配有30发子弹 以前玩过射击 拿枪试了一下还能用 不过这枪不能随便用 声音太大 一定会引来丧失的 说不定会更危险 现在只需要买一些刀类的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么看上的东西 也可以买下来 买了两把砍刀 看到墙上挂的弓也买了 把店里所有的箭都买了下来 临走的时候 老板叫住了我 神秘的从柜台底下 拿出了一把改造器冰枪 一把铁杀枪 问我要不要 当然要了 付过钱 将锁 有东西放到后备箱 此时我也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莫视一定会有很多 拿着枪和高科技武器的人 这些人可比丧失更可怕 回家之前 在退役城内绕了好几圈 确认没人跟踪后 开到超市 供货商已经把货放到两辆车里了 我将今天买的东西 放在货车副驾驶 开了其中一辆货车回老宅去 又要开始搬货了 要不是不想暴露这里充足的物资 真不想自己废这里 2024年1月28日 搬了几天的货 终于把超市和药房的东西 都搬进了房子里 距离造势爆发 还有不到半个月 害怕爆发会提前 我不敢休息太久 早上到城市的另一边 找了两家水站 分别要了一百桶大桶的矿泉水 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送到老宅 卸在院子里 我在一点一点搬进去 路过越野车的4S店 邻机一动 去订了一辆越野车 并送去改装 我的计划是一直在老宅苟着 可以要做好意外情况出现的准备 2024年1月29日 去租车的地方取了冷藏车 今天要开始买肉类和冻品了 开车到冻品批发市场 这里也不只是卖冻品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的卖 A区卖干货 B区卖速冻饰品半成亭 C区卖海鲜水产 B区卖猪牛羊肉 B区卖家禽 装好车后 又是机械性的回老宅卸货搬货 可随着日子越来越近 神经紧绷 一点也不敢放松 劳累过度 整个人有些昏昏沉沉的病倒了 在睡了两天后终于好一点 人真的很脆弱一点点的变化 都可能改变一切 2024年1月31日 经过几天的休整 身体终于恢复了 刘泽这几天打了几十通电话 我都没有接 没有精力和他周旋 给他回电话 那边秒接 蓝青你耍什么花招 不是说七天就放款吗 现在怎么还没有啊 我也不清楚 之前说的是最少七天 别着急再等等应该快了 我先工作了 你PM的最好不是骗我 不然后果你 还没听他说完 我便挂断了通话 不再去管他不断打来的电话 和不断发来的短信 换了手机 查查新买的电话卡 这几天要准备的还有很多 没必要忘了时间在人渣身上 去花鸟鱼虫市场 买了二十多条鱼鸟 和三十只卢丁鸡 又买了足够的饲料 把它们安定在后院 在菜地盖了个小型的大棚 在冬天也可以种菜 去冻品批发市场 将前几天订的肉拉回来 加上院子里的桶装水 这些东西又搬了好几天 2024年2月5日 本想着最后一两天 再去买新鲜蔬菜水果 可又怕丧失提前爆发 于是早上去了农贸批发市场 买了各种新鲜蔬菜和水果 还有坚果 保质期长的就多买点 保质期短的就少买点 回来的路上 把妮妮接了回来 小家伙看着新环境有些兴奋 就随他跑完了 按照网上教的收纳教程 把各种蔬菜水果 留下最近吃的 剩下的能冻的冻上 不能冻的切片 放在烘干机里烘成干 2024年2月6日 距离丧失爆发还有三天 我打算最后出去一次 将改装好的越野车去了 抬去最近的大型商场和超市 最后报复性消费一次 看见喜欢的就买 提不动了 就让店员帮忙 送到地下车库的车里 到超市 推了两个购物车 装满了各种喜欢的零食 乃至平等 回到家 检查了所有物资装备设施 一切没有问题 关好大门 切断大门的店员 不重新连接好店 大门是打不开了 用树枝在越野车盖住 就算是用无人机看也看不出来 院子周围都是树 只要不上山 山下看不到这还有个房子 看着近一个月努力的成果 很有安全感 如果爸爸妈妈还在 就这样生活下去 也会很幸福吧 末世独居生活正式开始 晚上给自己做了三菜一汤 还给妮妮煮了条鱼 算是庆祝自己在末世 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底气 2024年2月7日 这是自重生以来 试得最香的一碗 难得的放松 我抱着薯片 打开了监控画面 刘泽正与陈若争吵 说好的 十天就把钱还我呢 钱呢 那个贱人的电话打不通 给他公司打电话 说他在休假 他根本没有去出差 这就是他下了一个套 妈的 别让我抓到他 两百万的窟窿我怎么补 刘泽 你别逼我 怎么 你还想把那件事说出去吗 你别忘了 当时你也在 你觉得这是被他知道了 你会好过 我放下手中的薯片 他们说的是到底是什么 可后面他俩都沉默了 没有再说过话了 真没意思 拿出手机 给陈若的领导 发了条短信 过了一会 就看到陈若接到电话 脸色变得很不好 怎么办 领导要我去公司 好像是发现了 我不想坐牢 刘泽坐在床上沉默着 你什么意思 是你叫我拿钱出来的 现在你在这装死 刘泽 如果我进去了 你也别想好过 交通肇事逃逸这个罪名 够不够你进去陪我的 我的脑子 好像被劈了一样 结合他们刚说的话 难道他们说的肇事逃逸 和我父母有关 接下来他们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进去 满脑子都是这件事 缓过神来 在他画面 这两个人 开始在各种平台借贷 两个人借了六七个平台 终于凑够了两百万 补上空缺 妈的 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弄死他 刘泽恶狠狠的说道 我知道刘泽不是在说笑 他是真有弄死我的想法 不过 他现在又找不到我 看着两人狼狈的样子 心情算是好了一点 漠视前没什么用 但能多给他们添点赌 也是乐视一见 2024年2月8日 我凭着记忆 用变声器变成男生 给前世催债的人打电话 告知刘泽所在的地址 没有我的存款 他的赌债已经欠了一个多月 催债的满世界找他 用空气炸锅炸了一锅小酥肉 一边吃一边盯着监控 果然没意会就有人去敲门 陈若没防备 直接打开门 结果被门外的几个五大三粗 面目凶煞的男人 吓得后退两步 回首的男人上前抵住门 后面几人上前抢下陈若的手机 刘泽呢 回首的男人 看向传来水声的卫生间方向 也不等陈若回答 静止走向卫生间 打开门 里面是个什么样的景象 我是一点都看不到 当初安装监控的时候 并没有想过 卫生间也会发生这么精彩的画面 一阵尖叫和闷哼后 男人拎着衣衫不准的刘泽 走出卫生间 刘泽的脸上挂了彩 嘴角还泛红 估计被打出血了 陈若看到刘泽这样直接吓哭了 旁边看着他的小弟 却不耐烦地挠了挠耳朵 让他闭嘴 男人放下刘泽 刘泽直接跪地求男人宽限几天 王哥 求求你宽限我几天 我未婚妻有钱 我找他让他给钱 有点时间 王哥一脸不屑地看向他 并指着陈若 你未婚妻 不在这呢吗 说完还踹了刘泽一脚 不是他 我未婚妻出差了 过几天就回来了 不对 马上 马上就让他回来 胡老子是吧 真的王哥 这房子就是他的 王哥还事了一下房子 也是 就你也住不起这房子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大年初二 我要是再看不到钱 你自己想吧 王哥用手中把玩的蝴蝶刀 拍了开刘泽的脸 让小弟搜走了 刘泽和陈若身上的手机 现金和身份证 身份证我拿走了 别想着跑 既然找到你了 就不可能让你跑第二次 王哥带着小弟走了 陈若跑去拿药箱 给刘泽消毒包扎伤口 刘泽进屋 拿出他的备用机 他之前就是用这个手机 与陈若联系的 所以我每次检查他的手机 都看不出来什么 陈若还在哭着 可能哭的声音 使刘泽厌烦了吧 也或许刘泽的情绪接近崩溃 别他妈哭了 刘泽轻轻抱起 冲着陈若大喊道 还真是指挥窝里横 刚才跪地求饶的时候 怎么没这个镜头 陈若更加委屈 既伸手抢刘泽的手机要报警 你他妈有完没完 你报警是想送我进去吗 刘泽摸圆了胳膊 给陈若来了一记耳光 陈若一下眉睛受住 直接被打倒在 第一 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刘泽 刘泽好像意识到什么 赶忙蹲下抱住陈若一直道歉 这态度转变 可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陈若也好哄 几句软话 也会变哄好了 但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有些尴尬 刘泽再次拿起手机 刚想打电话 好似想起什么 冲进屋内翻找起来 翻找半个小时 什么都没找到 哈 蓝青这个贱人 原来早就预谋好了 刘泽双拳握紧 一拳打在床上 将屋内能砸得都砸了 知道没什么 可以破坏才算发泄完 陈若躲在另一间卧室 这时候他才不敢出去触眉头 都张灯结彩的 好热闹 手机上也都是 春运返乡之类的消息 直到一条视频 在各种软件 朋友圈转发 一让飞时而过的车 将路中间的女人撞飞 而后女人 以一种扭曲的姿势 满身是血 爬起来咬了准备救她的路人 路人随即开始抽搐 一分钟后 也爬起来向人群冲去 尖叫声此起彼伏 突然一只血手 打掉了正在录像的手机 视频道着戛然而止 随后的一个小时 无端有类似的视频出现 电视也播出了 和之前一样的紧急通知 其实大家都知道 事情太突然了 根本来不及处理 一传十 十传百 根本控制不住 看国外的同胞 也在网上发着同样的情况 看样子应该是全球性的灾难 好在是过年 在家的人居多 大家也都会买一些年货 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继续用望远镜 观察山下的情况 应该是大家都看到了新闻 家家大门紧闭 还没有看到丧尸的踪迹 打开监控画面 看到刘泽焦急的在客厅来回踱步 却不见陈若的身影 不一会儿 陈若拎的东西回来了 原来让陈若出去抢物资了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逼他出去的 你怎么就拎回来这么一点 刘泽扒拉着陈若拎回来东西责备道 看着大概有几包泡面 几袋面包的样子 外面都疯了 好多怪物 这还是我好不容易从楼下 一个老太太手里抢来的 太吓人了 怪物都堵到单元门口了 不能再下去了 刘泽也不再说话了 真是一个人渣 一个畜生 老太太的物资也好意思抢 这两个人都不会做饭 我临走前搬走了所有吃的 所以这段时间 他们不是叫外卖 就是出去吃 家里一点存货也没有 他们目前的食物 也就够他们紧爸爸吃几天 关掉画面 起身给自己准备饭菜 今天是除夕 按照习俗是要包饺子的 从冰箱里拿出需要的食材备好 拌馅 揉面 擀皮 包饺子 在其中一个饺子里包了一个硬币 希望吃到能接好运 记得小时候后年吃饺子 注意会要吃的 其他的放冰箱冷冻 随时想吃就能吃了 自己包的怎么都比速冻的好吃 又炒两个菜炖一条鱼 给妮妮也煮了些虾 一人一猫的年夜饭就做好了 为了庆祝节后余生 为了好好活着 我开了品酒 趁着周围还没什么危险放纵一下 可能也是心理压抑 喝了很多 看着手机里的全家福照片 无数的委屈涌上来 如果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多好 自重生以来 就一直有一根咸在绷紧 时刻不敢放松 现在借着酒精哭出来 上楼观察一下山下的情况 村口不知什么时候设上路障 家家的房门也都加固了 没有看到路上有人出来 这样对我的安全也有一定的保障 下楼窝在沙发刷手机 不少软件因为没人维护 服务器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崩溃 微博刷新半天才能看到几条新消息 也都是求救信息 都是说自己没有物资 或者被困在哪里需要救援的 其实我在重生那天 就在网上发过 关于这次丧事爆发的事情 让大家囤物资 可并没有人信我 昨天我的帖子被人顶出来 底下都在指责我 为什么不早说 还有人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其中一条消息引起我的注意 我知道你是谁 如果有需要帮忙 可以给我打电话 1386960后四位是你家门牌号 我顺着他留的手机号 加了他的微信 通过了 你是 我疑惑的打字过去 江年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过 我印象里好像没听过这个名字 大青山 小时候在山上和你一起过家家 我当爸爸 你当妈妈 他可能看我好久没回 又发过来 嗯 这 那个好像有点印象 好像是小时候去赖公家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大家都说他是杂种没爹没妈 都不跟他玩 而我刚去外公家后山玩 看见徒步旁边 站了一个长得很精致的小男孩 就过去拉着他要过家家 想起这些事情 我羞愧的想无脸 小时候那么好色 为什么长大会找刘泽亮的人 你不用害怕 我没有恶意 不知道说出来你信不信 我有一段记忆是关于这丧事爆发的 所以在网上看到你的帖子 就去查了一下你的信息 发现我好像认识你 查我信息 我不是匿名的吗 听到他说他有一段记忆 难道他和我一样重生了 这个匿名对一些专业人士来说 没什么用的 不过应该没什么事 谁不会没事闲的 去查一个人信息的 我突然想到 会不会有人查IP地址 还好当时是在市中心的家里发的 查地址的话应该也是去哪 你既然发了那个帖子 那物资应该囤得可以 注意保护自己 在这种时候 人往往比丧失可怕 不知是默示自己生活想和人交流 还是莫名的信任他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我们很默契的没有提起自己的情况 只知道我们现在都还算安全 可能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2024年2月11日 末时第三天 早上起床 六小号在小区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各位邻居有需要物资的吗 目前来看我也回不去 我家里还有很多食物和一些生活用品 有需要的可以去拿 6号楼801密码 906908 底下马上有同楼的邻居 想组队一起去我家寻找物资的 不再看手机消息 给自己做个简单的早餐 煮了红枣燕麦粥 煎了两个荷包蛋 就着昨天腌了一碗的脆黄瓜咸菜 吃到一半 其中几个还很眼熟 还有楼下的保安小哥 几人与刘泽和陈若对视 你们也是找物资的吗 保安小哥先开口询问道 找什么物资 这是我家 你们怎么进来的 请你们出去 刘泽看到对方 这些人手中还拿着棍棒菜刀之类的武器 也不敢轻举妄动 你家 这家屋主不是出去了吗 小伙子你这可不地道啊 人家屋主都说要共享了 你自己想独吞啊 一个年岁较大的大爷 指着刘泽鼻子说道 屋主 马德 又是蓝青搞的鬼 这是我家 你们赶紧走 我这也没有物资 我可以不要吃的 能不能把桌上的一个感冒药给我 我家孩子发高烧 现在没有药可怎么办啊 其中一人向着桌子走去 想要拿桌上的药 在这种情况就是一点物资 也是弥足珍贵的 刘泽这种人肯定不会给的 刘泽将那人拦下 推了回去 其他人看刘泽动手了 都冲了上去 对着刘泽一顿拳打脚踢 都是找物资的 凭什么你独吞 刘泽前几天被催债的人 打的伤还没完全好 这又被打得够呛 陈若想拦着他们打人 又不敢上前 值得转身去厨房 将吃的紧紧护起来 保安小哥向陈若走去 从他身下 抢走了他护着的几袋泡面 抓起陈若问道 你们把吃的都藏哪了 屋主说有很多食物 为什么就剩这几包泡面 陈若痛得说不出话 值得一直摇头 保安小哥甩开 他就开始搜起来 将能吃的都带走了 其他人也是 能吃的能用的都带走 2024年2月12日 末世第四天 他俩已经没吃的了 刘泽正逼着陈若出去找物资 陈若不从 两人便撕打了起来 说撕打有点勉强 是刘泽单方面的虐打 你不出去找物资 那就自己变成物资吧 刘泽恶狠狠地掐着陈若的脖子说道 陈若挣扎着 手抓到了旁边的烟灰缸 罩着刘泽头上狠狠砸下去 刘泽被砸的头晕眼花 陈若趁此机会 不断地向他的头砸去 直到砸得没了动静倒了下去 陈若顺着墙砸坐下 大口呼吸着 看到陈若将刘泽干掉 也是个狠人 我一直想问他一个问题 打开监控的语音功能 陈若 我有个问题问你 你要是回答我 我就给你送 物资 蓝青 你说你有物资 你在哪 之前都是我不对 我只是一时糊涂 救救我 你问什么我都说 只要你救救我就行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背叛我 还在背地里害我 蓝人的听到我的指责 也明白了 我是不会救他的 破罐子破摔了 对我好 你是说你施舍我的时候吗 凭什么 凭什么 你就可以像个大小姐一样 而我只能做你的小跟班 就因为你的父母有钱 而我父母不管我吗 我要抢走你的一切 这些都应该是我的 我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原来极度真的会让任何感情变质 最好的朋友 真讽刺 陈若话还没说完 就被醒过来的刘泽 抄起小刀 从后面扎进了脖子 鲜血喷涌而出 陈若嘴里还在说着什么 看着纯语是他杀了叔叔阿姨 刘泽还不断地扎进扎出 大约十次后 陈若彻底瘫软了下去 门外的丧尸应该是闻到了血腥味 我听见了门被撞的砰砰声 我被这一瞬间发生的是 惊得不敢喘气 第一次这么直面杀人现场 造成我不小的心理负担 想到刚才陈若说的 原来他俩口中的事 真的是这件 真的是他撞死了我的爸爸妈妈 加上钱是他杀我 骗我的钱 背着我与我自认为 最好的朋友搞在一起 一件件事浮上脑海 积攒的委屈与愤怒 一瞬间转变为更深的仇恨 我恨这个人渣 为什么没被添收 恨这个人渣 为什么没有被丧失吃掉 恨自己 为什么不能亲手解决他 刘泽解决完沉若后 开始在屋内寻找着 我知道他在找监控 我眼看着他 一个接着一个地找到监控 并关掉画面 我点开密码锁的远程开锁 却发现没有用 只剩客厅最后一个 刘泽站在监控面前 举起手 手指夹着密码锁里的电池 随后转身离开 并没有将这个监控关掉 过了一会 他端了一个小锅过来 里面是一锅肉汤 上面还飘着肉末 他不仅不慢地品尝起来 好似什么人间美味 家里哪还有肉了 想到是什么 我赶忙跑到卫生间 抱着马桶吐了起来 等缓过来 他也吃完了 他拿出手机翻找着什么 紧接着将手机贴近监控 播放着视频 视频记录着 他是如何撞上我父母的车 如何眼看着我父母没了呼吸 如何点燃汽车 造成自然的假象 看得我浑身发冷 看得我气下如雨 刘泽 你不得好死 监控对面的刘泽 嘴角提起一丝诡异的笑 等我 紧接着变黑屏了 我扣上电脑 简单的两个字 让我汗毛树立 我摊坐在电脑前 五分钟后才缓过来 猛地站起来 开始检查起整个老宅的安全设施 再清点了一遍物资 才好受一点 可想到他来的话 我可以亲手解决他 也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他的位置 李老宅平时开车要三个小时 而现在这种情况 九成九概率他过不来 逛门口游荡的丧失 就不是很好对付 虽然这么说 可还是有些心神不宁 2024年2月13日 末时第五天 日子还得继续过 水电已经瘫痪 好在之前做足了准备 生活倒也是一切正常 刷着手机 这两天网络信号 已经开始断断续续 基本刷不出新消息 和江年的聊天 也停留在昨天中午 也不知道是往不好 还是他出现了意外 不管如何 自己的日子还得继续过 抱着猫亲了一会 让我有一些幸福感 这两天 看着重地的教学视频 要开始实践了 后院的棚子 里面温度还可以 正适合 照着视频里教的亮作 一步不落 最后长成什么样 就听天用命吧 不知道为什么从早上开始 右眼皮就总在跳 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突然 我听见远处有车声 我心里一紧 赶紧上楼 用望远镜看 一辆车已经撞开了 村口的路障 再往山上开 看向驾驶座的人 我人妈妈 刘泽 他真的来了 我拿起一直放在身边的猎枪 装好子弹 准备好后 听见了车停在了我的门口 老婆 你做这些是想给我的惊喜吗 开门让老公进去呀 我从门口的监控中看到 刘泽满身血迹 拍着门 你为什么要杀我爸爸妈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个杀人犯 老婆 你不乖 不该问的 不要问那么多 快让老公进去 老公元 让你不听话了 突然山脚下一声急促的 尖叫传了出来 我赶忙用望远镜看 丧尸已经进入了村子 冲进了村民的院子里 你居然引丧尸过来 我就说感觉哪不对劲 他车的声音过大了 这可是我给你的见面礼 老婆你不喜欢吗 刘泽惨白的脸上 笑容就格外的渗人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生理上不舒服 刘泽看我没有再说话 他爬上车 顺着车顶开始往院墙上爬 我站在二楼窗口 在监控中看着他 慢慢往上爬 直到接触到电网 我以为电网可以阻止他 他先是一手被电缩了回去 然后直接硬往上爬 不管手已被电的焦黑 老婆你等我 我马上就来了 看到我头皮发麻 这还是人吗 说实话 我有点慌了 在慌乱中我端起枪 对着他开了一枪 结果打偏了 他的一只脚 已经快要翻进来了 就在我想再开一枪的时候 一只剑从侧面射中他的脑袋 人也不受控制地掉了下去 我在端起枪 对着他掉下去的身体 补了几枪 看着他彻底没了气息 我才松了口气 看向那只剑来的方向 一个男人转身想走 远处不少丧尸 已经听到刚才的枪声 正在往山上跑 我叫住了他 让他先进来躲躲 丧尸已经离得很近了 蓝青 你知道让我进去是什么意思吗 男人的声音很好听 我能有什么意思 看在他就我一命的份上 我不能眼看了他去送死 我赶紧下楼 把电网关了 甩下去跟绳子 让他爬上来 在他拉着绳子向上爬的时候 丧尸已经可以摸到他的脚 他踩住丧尸的头 借了一跳 上到丧尸够不到的地方 顺着绳子爬了进来 这下终于放心了 只要不再是 刘泽那么变态的人 应该没有什么威胁了 我叫江年 男人做着自我介绍 原来是你 江年小时候长得像个洋娃娃 现在长开了 倒是很有男人味 是那种阳光帅气提升的感觉 一直在山下住 不敢跟你说 怕你觉得我目的不纯 刚看到一辆车直奔山上 怕你有危险我才过来的 江年不敢看我解释着 谢谢你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善意 这种和刘泽那种人渣 装出来的有天差地别 上到二楼看一下外面的情况 刘泽的尸体 正在被他引来的丧尸撕咬着 这算不算恶果自食 心里没有想象中的痛快 而山下的情况 让我更揪心 上次拦我车的那个老人 正被冲进去的丧尸 抓住了胳膊 他回头往房里跑 房门却被里面的人关紧了 就这样老人 对外面的丧尸分食了 内疚和自责充斥着内心 如果不是我 那些村民不会经受这些 江年好像感受到 我的情绪变化 其实不必自责 丧尸早晚会来 就算是该怪的话 也应该怪刚才那个男人 和你没有关系的 不用内疚 温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不知何时他已经站在我旁边 我看向江年 可能我目光太灼热 他耳间泛红 他的这几句话 确实有安慰到我一点点 我收拾好情绪 看着外面的情况 一时半会应该出不去了 在这住下吧 其他所有房间 顺毛 凝凝舒服的用小脑袋蹭他的脸 真是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 以前刘泽只会一脚踢开 凝凝 家里的东西 够几个人活好多年的 也不差多一张嘴吃饭 衣服我在买的时候 就为自己准备了各种型号的 怕自己在末世身材有变化 但是鞋子就真的没办法了 晚上为了感谢他 或又为了终于给父母报仇 给自己报仇 做了一大桌的菜 还开了几瓶酒 他没喝 只看着我一个人喝了 不知为什么 我对他就是有种莫名的信任感 2024年2014日 末世第五天 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房间 只知道做了噩梦 反复的梦见 前世被丧尸撕咬的画面 直到最后一次 撕咬我的丧尸的脸 变成了刘泽的脸 清白的脸上 还带着圣人的笑 啊 吓得我从床上静坐而起 做了太久的噩梦 床单已被焊尽尸 WC 真怎么死了 还来折磨我啊 起身准备上楼取床单换一套 刚出门就被门口 储着的江年吓了一跳 你干啥 吓我一跳 我听见尖叫就过来了 又不敢进去 就在这等着了 江年的脸上满是担心 啊 没事 做噩梦了而已 那个 我做好早饭了 过来吃吧 一会儿我去把地种了 早上去看 外面丧尸还在门口游荡 不过没威胁 不用担心 他走到厨房 从里面端出了两碗刚煮好的鸡汤面 不得不说 他做的面挺好吃的 吃过饭后 他去后院种地了 昨天他看了一圈后说 我的菜种了不对 我也不纠结 本来我也没中过地 山下的情况也稳定了很多 村路上偶尔有几个丧尸在游荡 还是有很多的村民没出屋躲过的丧尸 只是以后做什么都要小心点 不要声音太大 我的院子外游荡了不少丧尸 不过没关系 院子兼顾 倒是不用担心丧尸会进来 换一种想法 这些丧尸也能间接的保护自己 能阻挡一些想上山的人 再次检查了一圈设施没有问题后 回到楼上 看着后院那个正在辛勤耕作的人 目前看来江年真的不错 有他在我基本都不用做什么 2024年5月23日 几个月过去了 江年种的菜 有长得快的已经成熟了 鸡屋里的卢丁鸡也在天天下蛋 用灯观察室受精弹的继续孵化 无精弹就进了度 小日子过得不可谓不潇洒 和江年一起生活很和谐 基本所有的活都他包了 连动猫的活他都做了 我每天就是运动 看书 打游戏 他的手还很巧 用我的衣服给自己的鞋子 我第一次见都惊呆了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多东西 他说小时候没人管他 所以他只能自己动手 我有些心疼他 他却说没什么 都过去了 现在很幸福 每天这么养眼的大帅哥 在我面前晃悠 有时候真的很想吐倒他 可一直又怕这种时候 怀孕了可怎么办 有时氛围到了 都不敢继续下一步 直到今天 我在清点物资的时候 看到我从药房搬回来的 两箱小雨伞 人傻了 我怎么把这忘了 害我禁约了多久 我下地拔了一些菠菜 小白菜 香菜 又到冰库里 拿了一些肉卷 虾滑 鱼丸等火锅算品 今晚我要一定把江年灌醉 灌不醉至少气肯要倒 再挑一部带有内容的电影 准备吃完饭 拉着他一起看 我就不信 还拿不下他 江年 我们晚上吃火锅吧 我弄好菜了 我叫回还在运动的江年 我来吧 你去休息会吧 江年下楼 接下午手中正洗着的菜 我被撵到客厅 正好可以挑一会看的电影 一会江年准备好了 便叫我去吃饭 空气里飘着的 都是牛油麻辣锅的味道 他还贴心的 给我准备好了蘸料 我拿出准备好的白酒 倒了两杯 一杯推到了他面前 我不会喝酒 江年看的那杯酒说道 少喝一点 放松一下 总紧绷着 对身体也不好 尽管我百般劝酒 他还是没喝 真是快硬骨头 气死我了 气得我自己一口闷了那杯白酒 后进上来 脑袋晕晕乎乎的 也不管还没吃完饭 拉着江年就要看电影 江年拗不过我 顺从的坐在我身边 陪我看了电影 只是他越看脸越红 看了他脸上泛起的红韵 我黑黑的笑出来了 你真好看 我傻呵呵的笑着 捏住他的脸 蓝青 别闹 你喝多了 江年虽然说着 但也没有拉下我的手 我看游戏 就转身骑在他身上 面对面的看着他 他的脸更红了 眼睛也不敢直视着我 我断正他的脸 看我 我好看吗 好 不等他说完 我捧住他的脸 直接凑上堵住了他的嘴 就在我想进一步的时候 他却推开了我 听到这我心里还挺高兴 我之前以为他是对我没兴趣 才拒绝我的 我拉着他走到放物资的地方 给他看了那两项东西 我第一次在他脸上 看到那种表情 说不好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已经将我横抱起 走向屋内 将我放到床上 附身下来 贴着我的脸 蓝青 你喝多了吗 我很清醒 尽管做好心理准备 可是第一次难免有些害怕 还好他轻柔地亲吻着我的身体 慢慢的 我习惯了这种接触 他才有进一步的动作 一夜无眠 2027年3月2日 末世三年023天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任何外界的消息 天气开始变得极端 长达一个月的暴雪终于结束了 自从和江年有了更亲密的关系后 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起来 地里的菜在江年的照料下长得很好 如丁基也是原来的两倍多 清点物资后 不但没变少 反而更多了 一声响彻天地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 吓我俩一跳 我俩赶忙跑到二楼观察情况 一看更吓人 所有丧尸都在往一个方向走 江年放下望远镜 这是想集中消灭丧尸 2027年3月10日 防空警报整整响了9天 在9天后 砰的几声巨响 远处几朵蘑菇云 腾空而起 2027年3月20日 最近几日远处总有枪炮声传来 一台直升机飞过老宅 直升机上的广播循环播放着 各位幸存者们 目前丧尸已被基本清楚 疫苗研发进入收尾阶段 请有需要的幸存者们 在显眼处系上明显的红布 我们将会派发物资 在丧尸全部清除 我们团结起来 重建家园 我和江年商量了一下 没有接红布 我们现在的情况 不需要什么物资 就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2027年5月20日 丧尸已全部清除 疫苗已研发完成 接种疫苗后 可进入城东新建的幸存者基地 请在原地等待接种疫苗 或自行前往基地接种 自行前往时 请注意丧尸漏网之余 注意安全 直升机又飞过 几天后 有几名穿着防护服的人 来到院子前敲门 幸存者你好 我们是政府派来 给在外幸存者接种疫苗的 请您配合一下 将大门的电街上 几年来第一次打开大门 我和江年栽完疫苗后 工作人员接着说道 接种完可以去基地 我和江年对视力眼笑了 在彼此眼中看到了答案 我们先不去了 就在这生活挺好 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尽力配合 那你们注意安全 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们 我们会提供帮助的 祝你们生活安康 工作人员也不抢求 留下了联系方式 临走时 工作人员叫江年过去 两人悄悄说了些什么 江年回来的时候 我追着问他 刚才说什么了 他却一直不说话 我缠着他 要他告诉我 可他怎么都不说 最后实在缠得没办法 他在我耳边说了 我的脸疼了一下滚烫通红 我们结婚吧 声音虽小 但却郑重而真诚 我抬头看向他 他也紧张地看着我 向前抱着他紧张的 有些僵硬的身体 点起脚也在他的耳边说着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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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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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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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